哪一部分的 你是哪一部分的 这里是我的管区 这是我们的防区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 没有这个 是进不来的 有吗 有 在这儿呢 你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你被俘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棋袭中的志愿军侦察连长方勇 也是林海血缘中的 二零三手剑波 他就是老演员 张勇首 张勇首 本名张宗睿 1934年出生于 山西焚羊的农民家庭 年仅三岁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辛苦地供他上学 但中英学妃问题 不得不辍学 就这样 小学还没毕业 就早早地担负起 养家的重任 1948年家乡 解放了 张勇首考入解放军十八兵团 随赢学校 转年因形象出重备选入文工团 并随团参加太原战役 建国后 又随团赴朝鲜战场 参加抗美援朝 还曾多次立功并受到上级嘉奖 1953年回国后 担任文工团的分队长 队长等职 期间拍演了 《淮海大战》 《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 1956年与八一场化妆师张家茂结婚 1957年张勇首出演电影《黑山足迹战》 片中扮演连长王海龙 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 我们要争取入关 配合兄弟部队 解放北京 解放南京 上海 也许啊 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那个时候啊 我们可要宝宝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 转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1958年出演于杨领县的 《英雄胡胆》扮演耿浩 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杀何须骚扰的情报 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第二次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 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 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我拒绝回答 你放老谁的 来吧 我曾太要是皱皱眉头 就不是共产党员 带下 1959年与王新刚合作电影 海英饰演李雄 总理长 回家 见了吴大白和玉芬 可替咱们909警的大伙儿带个好 带个好 来 给嫂子带上 参演延济州指导的赤峰号 扮演铁海雄 司令员 今天这个账没打上 我有意见 咱们今天撤得太快了 再等半个钟头 我们就可以把永长号干掉 根据我们当时的位置 根据你们当时的位置 他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包围了 包围了 那我就和他们拼了 司令员 你听听下面同志的反应吧 什么毛剑耗子耗子剑猫 我受不了 1960年与王润申合作电影 林海雪原 扮演邵剑波 我带着小分队到架皮沟 把群众发动起来 民兵组织起来 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 学会滑雪 这样对消灭作山雕这股的土匪 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童年参演许又新指导的奇袭 扮演方勇 阿玛尼 不认识我了吗 你是方勇 妈妈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对 孩子 可我把你们给盼来了 妈妈 这就要解放了 什么时候 今天 今天 对 今天 妈妈 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好 1962年 出演张良主演的《哥俩好》 饰演雷利金 我说二胡二胡 你怎么地上的不做 钻做天上的呀 你怎么可以老红老红的叫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军长 我还以为他是列兵呢 列兵 那是将军 可他领章事也是一个斗 和我的一样 和你的一样 人家的有边 你有 想跟将军换领章 你想当将军呢 弄不好 这是个组织记得性的问题 算 你 反正你总看着我不顺眼 你 1963年 参演《陈哥》主演的《抓壮丁》 扮演教夫 那个是枪人 做了花杆不给钱 刀枪是枪人 你到底给不给钱吗 老子九十五给 你干嘛老子怎么样 算了算了 不给钱 不给钱 你不跟我抬回去吗 当真做了花杆那么安忧 你看高杂了 靠仇 老子不搭死 1964年出演李俊导演的《分水岭》 扮演复原军人李云虎 我们大家想一想 这些人不计名利 不图享受 不怕坐牢 不怕牺牲 前面的同志倒下去了 后面的同志毫不犹豫的又跟上来 革命的先烈 为了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我们应该低下头来 向他们致敬 再抬起头来 向他们学习 去做他们的接班人 1965年 参演朱龙广主演的《地道战》 饰演赵区长 与李延合作电影《打击侵律者》 饰演金哲魁 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 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 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 你害怕有一天 人民要给你算这笔账 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什么 人民有权审判你 1974年重返银幕 出演新版《南征北战》 片中饰演高银长 1976年与锦木魁联合指导南海风云 并在片中扮演梁崇海 就是一滴海水 一滴沙子 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霸占 什么时候解放这些岛屿 用什么方法去解放这些岛屿 我们必须一字不插的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如果以为大炮在自己的手里 就可以任意开炮 那就是破坏了 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1979年先后出演 炎冀州导演的《二权音乐》 扮演老赵 谢金导演的《阿瑶兰》 扮演肖汉平 1981年出演李文虎指导的《飞行交响乐》 扮演赵师长 1982年指导电影《彩色的夜》 1984年指导电影《麒连山的回声》 凭借此片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 1986年又先后自导自演《沉默的冰山》 《百游路上的战争》两部电影 1996年参演李启明指导的征服死亡地带 上级指示我们 三个月内要攻克死亡地带 不把这些无奇八糟的东西 从边际上清除掉 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 1997年出演无疑公指导的《海之魂》 1999年参演陈国兴导演的横空出世 扮演将军 2003年出演乌刚主演的《惊涛骇浪》 扮演郑伟 2009年出演电影《寻找成龙》 扮演老爷 2019年参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一切如你》 张勇首从90年代开始还经常参演电视剧 如《水浒传》、《省委书记》、《英雄时代》、《老人的故事》等等十几部 张勇首是一位外星阳光 表演自然朴实的优秀演员 他擅长塑造我军战士等英雄形象 尽管早年生活非常困苦 幼年丧父的经历锤炼了他坚韧的性格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 在战场上他挥洒热血 作为演员 在银幕上 他又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可爱的战士形象 2018年 张勇首获得第27届中国金桔百花电影节 终身成就讲 关注我 带您进入老一辈电影人的世界